大家知道牛奶裡面有鈣質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牛奶是可以修補破損的磁器呢? 所以今天就是想測試這件事 我現在馬上開始試試 Let's go 我現在已經預備了電線交互和橡筋 我現在就把它綁在一起 再用電線交互和黏在一起 現在暫時固完和黏在一起就是這樣 現在的烈痕就是這樣 也很明顯一大盒牛奶 這次如果黏在一起 但如果可以修補了烈痕就完美了 所以這次終極目標是可以修補到烈痕 大家看到溫度計雖然上限是80度 但其實也看到指針是指著100度的位置 所以我打算保持這個溫度大概是熟10分鐘左右 9分鐘再60秒 9分鐘再60秒 先倒時間了,關火 現在就倒進另一碗裡 一隻擱淺了一杯 一條消滅香瓶 擱淺在沙灘 小滅香瓶 情況穩定 我發現電線膠寶都掉出來 不過幸好那些橡筋還可以修補 現在就放在這裡 讓它浸兩三天 好了,不記得就放了三天了 現在是時候打開看看 究竟是怎樣 打開真的很臭 不是一般的臭 牛奶也變成酸奶 拿出來看看 似乎好像獵蠻有點淡 可以貼到 大家看到我這樣 拔都不掉出來 都給力拔的了 那詳細原理我就不多說了 不過簡單來說就是 牛奶在加熱的時候 就可以釋放一些膠質出來 就可以修補一些磁器上面的裂痕 但我發現原來就算我爛了的話 也是可以黏住的 不過這些裂痕始終都不可以完全修補 好了,最後得出結論就是 這個爛了的磁器的熱症 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來黏住 如果想完全修補這些裂痕 看法要用上很多牛奶才行 如果是一些名貴的磁器 或者是一些有紀念價值的磁器 才值得這樣做 如果不是 如大家所說 一般的碗碟碟碟爛了 買個新的就好過這樣做 對不對 這次實驗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再見 再見 這裡看著牛奶慢慢滾 這裡享受著牛奶香味 都蠻治癒的